近日韩国男星选宾与女星孙逸臻因再度合作而传出恋爱绯闻 两人在2017年合作后就频频传出恋爱的绯闻 但双方都予以否认 只说是好朋友的关系互相欠赏罢了 这一次两人再度合作电视剧 不少记者在发布会上频频询问两人的情感状况 甚至有记者逼问有没有在谈恋爱 玄冰与孙逸臻都是演艺界的老江湖 自然不会被记者的正面发问所难倒 而是称私下关系也不错 因此既全都合作后 希望能够再有机会一起拍摄浪漫爱情剧 这一次也算是梦想成真 谈及恋爱问题 玄冰则表示 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传成这样 他也很无奈 该剧的导演则在一旁边助攻 称两人关系确实不错 而且二人的对手戏也是演艺的相当默契 能够感觉到有火花的存在 不知道导演这一番话 是否会让人共对两人之间的关系浮想联翩 至少在该剧的宣传期间 会出现不少关于两人是否恋爱的猜测与讨论 顺便作为韩剧圈的一代男神 不仅在韩国本土 在韩外也有不少美媚 那一期时的帅宾长相帅气 在转型之后又多了几分硬朗的气质 孙一真则一直有韩剧女神之称 虽然前几年其演艺事业有些波折 不过凭借电视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其事业也是再度回春 加之目前两人都是单身的状态 因此自然有不少严控会将两人放在一起视为一对 从2017年合作至今 关于两人秘密恋爱的新闻不断 也足以从侧面证明 目前全韩国都在盼着这一对官宣恋爱 唯独他们自己的态度尚不明朗 这一次两人合作的新剧与此前的电影不同 各像是清风谈恋爱的设定 在该剧中 孙一真饰演富豪千金 宣斌则是异国军官 因为一次滑翔散事件两人相识 并且在相处中逐渐相爱 从剧情来看 这部剧永久走的是最传统的韩剧路线 总来说就是剧情有些俗套 没有太多亮点可言 最大看点则是两位主角的颜值 虽然有网友表示 两人的恋爱绯闻再度先销 传上 有可能是为了自己宣传的言语 但也是有网友认为 一般来说韩国明星之间传出绯闻 如果是彼此无意的话 则会避免尽量再度合作 以免外界对其误会加深 但玄斌许孙一真却反其道而行之 似乎有为官宣剥露的打算 除此之外 也有网友认为 虽然近年来韩国娱乐圈已经不遂过去那般 对爱斗及演员的私人生活 尤其是感情生活要求那么严苛 但是新闻 恋爱的新闻仍旧是可能动摇一个演员的 陆圆圆及粉丝基本盘 如果两人不是在恋爱的话 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冒着 人气可能下滑的风险再度合作 顺便与孙一真卓仍然就统一口径 只说觉得与对方合作很默契 上一次合作电影后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同台 并且演绎一个比较为轻松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则给两人一个再度同台标系的机会 看起来如果不拍到实锤的话 这一对CP很难承认彼此间到底是否在恋爱 这部两人再度合作的电视剧将会在一周后播出 不过最近这一段时间 韩剧称神剧平线 有的是脑洞大 内容新奇的剧集 这部剧集如果仅仅想依靠两位主角之间的恋爱 遗云便想突出从没的话 显然是不够的 总之无论是恋爱说是真假 还是祝福这两位演员都能早日找到自己真正的另一半吧 毕竟作为高颜值的大龄男女 为他们的感情生活超新的实在是太多了 刚刚结束电影胜利后拍摄工作的韩国演员宋仲基现身夏威夷 他的经纪人一路随行 而后宋仲基的哥哥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在夏威夷录制的视频 很多粉丝也因此推测宋仲基这是在工作之余 带着家人和朋友进行度假 而提到夏威夷 大家自然会第一时间想到阳光沙滩 不过这边宋仲基还没有来得及晒出海边游玩的照片 前期宋慧桥就已经抢占先机了 宋慧桥日前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在海边石贝壳的照片 乔妹此番干脆不做模特直接化身摄影师 对着海边的贝壳不停拍 不过宋慧桥选择在宋仲基写家人和朋友 千万夏威夷度假的时刻晒出海边石贝的照片 难免会让网友为服相连篇 一时间大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源自于前人彼此之间的小默契 还是两个人在格工PK 毕竟自从双宋夫妇离婚以来 双方的粉丝也是比较敏感 往往一件小事就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两边也都是比较谨慎 但此番宋慧桥发布照片的时机也的确有些巧合 所以在大家难免会有多想一点 但要说宋慧桥实际上从离婚消息发布之后 也只是短暂休息了几天的时间 而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即便宋仲基一直在忙于拍摄新电影 但是宋慧桥的行程也是丝毫不比前夫少 一直深受广告青睐的宋慧桥 几个月来不断在刷新自己的拍摄记录 粉丝们看到巧妹的工作量如此大 更是不免要心疼一番 而与宋仲基不同 宋慧桥离婚后几乎从未提及过 任何关于宋仲基和感情的话题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要说宋慧桥是刻意选择在宋仲基去夏威夷期间 晒出被壳罩的也的确有些言过其实 但不得不说这次的事件倒是有些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或许宋仲基和宋慧桥也是时候应该休息放松一下了 即便两个人在离婚初期 也是传出各种不好的消息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都逐渐回归正轨 舆论的压力也是减轻了不少 所以还是希望他们奉行各自安好的原则 享受当下的生活吧 目前胜利后正处于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 而宋仲基也有短暂的时间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只是未来如果他想在韩国娱乐圈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还是需要做出更多的突破 原本宋仲基就凭借着太阳的后裔和恋情的原因 一举成为一级的明星 但随着与宋慧桥婚姻的破裂 他也急需用作品来稳固人气 遗憾的是在他宣布离婚消息之前 就已经上线的电视剧阿斯达编年纪 收视和口本也并未达到欲缺 这导致他的人气没能更进一步 而随着里面的里边的 李敏桃 金秀贤等人的回归 以及李洞世的翻红 宋仲基的危机 似乎还有很多 对于他来说 能否守住自己的位置 已然成为一大难题 相比之下 宋慧桥的状况似乎要好一些 在离婚之后 并不急于拍戏的宋慧桥 代言邀约一直不断 加上他多年来 在圈中积累的人气和人脉 使得他的关注度依旧超高 而放眼韩国娱乐圈 似乎也并没有哪位女神 与宋慧桥的类型有所雷同 在很多粉丝的心中 宋慧桥依旧是 像那一个白月光一般的存在 不过对于女明星来说 年龄和戏路的局限 也的确是不可忽略的地方 再加上大众如果对一个 演员的感情生活过于关心 难免会影响对他的演技 和其他方面的印象 所以宋慧桥也是需要 尽快将重心放在表演上 才能稳固人气 而无论如何 宋慧桥和宋慧桥之间的感情 都已经成为过去世 粉丝们还是不要再过多去讨论 影响他们的生活了 相信喜欢看韩剧的小伙伴们 肯定对《太阳的后裔》 这部神剧有一定的印象 这部剧的播出 可以真的用爆红来形容了 当然剧中男女主的高颜值 也是这部剧的一个亮点 在这部剧中 中国女神宋慧桥 与暖蓝宋仲基走在了一起 虽然最后还是没能像 童话里的爱情那样 一直相伴到老 但是作为粉丝的我们 也只能默默是祝愿 两位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离婚后的孙慧桥 热度依然不减 各种活动还是相继遥约不断 可以说是把中心都放在工作上了 而且认真凝页的孙慧桥 状态也是超级棒 果然工作中的女人 散发的魅力最吸引人 虽然结过婚 但是孙慧桥依旧是很多男生 心目中的女生 各自方面不是很占优势的孙慧桥 凭借自己的巧妙的穿搭术 出现在工作面前的时候 总感觉孙慧桥有170的身高 而且在穿搭方面 孙慧桥很未根据自己的身材 但服饰上选择扬长臂短 所以在很多时候 出现在屏幕前的孙慧桥 就感觉非常的高挑 在孙慧桥最新的活动照片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女神真的瘦了很多 四肢也变得十分的纤细 跟以往的活动照相比 孙慧桥选择的这件黑色的连衣裙 没有过多的隐藏自己身材不足的地方 而且收藥的设计 可以看出女神的腰都快要变成蚂蚁腰了 女神为了自己的身材 在此前肯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吧 其实在孙慧桥近期的作品中 可以发现 孙慧桥好像已经慢慢将工作的重心 偏向在中国发展了 女神在中国的名气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如果后面一直在中国发展 像是女神的影视资源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在这之前 孙慧桥就参念过不少中国的影视 而且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 所以在事业发展方面 女神也是能走得比较顺畅的 相比较于前夫宋农基 确实这几年出了一部《太阳的后裔》 也没有过多的好的作品 带给观众们了 在热度方面 与孙慧桥确实有着挺大的差异的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宋农基真是丢了一位宝藏女孩了 为此都为她感到可惜 看到这么美的孙慧桥 全副估计长子都会毁清吧 为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